大家好,我是Peter 今天又經過這個Mall 順便買一杯咖啡喝,提神 這個Mall真是好 裝修真是簡化到嚇死人 七八十元的老Mall 終於買了一杯咖啡 小杯的 沒有糖的 好像喝涼茶 不謂提神 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三度 以一般來說三度應該很暖 但是今天冷到好像零下十幾度 因為它有風 而且不但有風 它還帶了一些寒流 這樣就會非常冷 因為一般加拿大冬天 如果下雪零下六度、十度 如果一些沒有寒流 沒有風的話其實是不冷的 只要有那些作夠冬才生 但是一有風的話就冷不得了 今天冷到真是厲害了 不過我檢查了 今後五天的天氣 哇十度、十二度 我想春天很快到了 今年的冬天很快 簡直好像沒有過冬天 我想下了兩、三場大雪 連雪都不能叫大雪 我知道我這個城市 你不要以為加拿大像Peter那樣說 只有幾場雪 不是的 整個冬天幾個月 下晚大雪 所以你要移民一定要 找清楚你住那個城市 你那個省是否適合你 大家都看到不見到這裡 reven 三街 这是一個巴士總站 所以很多人 我想要天然去 往蛇北旺 那些人 resentment 說到地址 而我說真是真的 你去轉輛巴士 所以那些人不能放到 所以不要在此 這個古老的場所和這麼兜禮的巴士站 你可以轉車到奧field 去多倫多的Keyblin subway station 都很方便,可以去到Square One 和Mississaka的多倫多大學的分校 和Sheraton College的分校 和去到奧field Sheraton 學院 都很方便,所以很多人 今天看了新聞 有一個女士去家裡的信箱拿信 誰知道被人襲擊 好像是car check,就是搶了她的車 大家如果是的話,要小心點 出入,一定要看清楚點 在加拿大 過去十幾二十年,就改了很多送信 以前是由警察送到你每一間屋門口的信箱 但現在是為了方便 例如你住在這個屋門口 或是這個村屋 這個區域有五十間 一百多個屋門口 即是一百多間屋 你把信箱在街口或街角 建立一個 一勒一勒的信箱 你家裡的信箱單板在那裏 你自己沒進去拿信 就沒有人再派給你了 其實都很不方便 下雪、下雨之類 但方便了很多郵差 當然,如果你住在這裏 根本就不用理會了 告訴大家,一定要小心點 不是說 什麼 小心捨得萬年船 有些人鬼鬼祟祟 古古怪怪 還有某些人 你不要太過 被一些正確的東西騙了 你自己的自身安全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看清楚環境 你不要太過分了 你不要太過分了 你會看到 你不會看到 我全面有兩個 很年輕的外國 加拿大白人 和一個 有胡蘇的人 那兩個白人 年輕人 就是 魔門教的人 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認識魔門教 我小小就認識了 因為 我們都是一個淵源 很小的時候我們住在九龍堂的花園陽房 後來就搬去江和老街九龍堂新建住宅大廈 我們大廈要由一個路口開車進去 旁邊就是夏晚的房屋 即是花園陽房 我們進去一個七層高的大廈 在我們門口就有一個花園陽房 它就是魔門教去香港的准報 經常都會遇到他們 說說話說得很棒 經常他們都會敲門 或者問你信不信教 當然我們都不信 因為魔門教的魔字好像覺得很害怕 其實我們都可以的 為什麼會有淵源呢 還有這個之外 我們家前面的大廈 就有一塊地 都挺大廈的 因為你在外面看不到 因為大馬路 前面就是一個電力公司的石屋站 旁邊就是一個路口 一個路口開車進去才能到我們大廈 我們那個大廈 旁邊就是 就是 魔門教的花園陽房總部 再上大石級 一直走上頂 就是英軍的宿舍 但是那時候 因為我都很小 就要打官司 因為 業主就說我們那個全廟特地是我們的 魔門教又說是他們的 那麼 大家就要 就是 說得不太好 唯一就要 請律師 去 怎麼說呢 批 真的 可以叫得就是華陽斗婚 但是 魔門教都很nice 我們那個業主團的uncle 都很nice 都做很大生意 不是說要生人八死地 是一個很模糊的地帶 地契的時候 說得不清楚 那就 去打官司 後來 所以大家都接受 魔門教也很nice 我們那個業主團的人都很nice 政府就說 政府就是處理華陽斗婚 英國人都很識處理 這樣 這塊地 因為那個 真的太過 都不知道 地契說得不太對 可以說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但是實際是沒有什麼用途 是一塊地來的 又建不了屋 又建不了任何東西 政府就怎樣呢 就去幫我們出錢 做了一個好 一個花園給我們 很小的 這樣就 給我們住在這裡的人 去放狗 散步 七號組 魔門教的人 從來都沒有用過 但都幾好 大家都沒有傷 感情都是很紳士風度 我們無緣無故試有一個公園 是私人的公園 因為那道路 如果你不住在那裡 你不知道那裡有這麼小的公園 你都不會進去那裡 反而我們大廈住的人 每天都去那裡散步 放狗 諸如此類魔門教 一點都沒有用到 覺得他們這個教會挺好的 不會試著教會 人多世眾 就一定要爭取得不得了 大家最好 大家都開心 我感覺到 我們回去轉了上風 因為 無緣無事 做了一個花園給我們 這間大廈 這就是你的淵源 這裡的人坐在那裡 有時候吃東西 去餐廳 只有四、五間店 沒有什麼選擇 所以很少人吃東西 也會有的 大部份的人就在那裡看書 玩上網 然後就等一趟 趟一趟 趟一趟他們就走了 一點都不是一個 讓你可以坐在那裡 很享受喝咖啡的地方 但我就是因為 我要提神 所以我無所謂 我都喝完東西了 順便在超市場 看看什麼零食 可以買來吃 多謝大家收看 很開心 可以和你們聊天 希望你們喜歡 給個讚 分享 留言 訂閱 有時間去我其他 目錄 有1600個視頻 一定有些你喜歡 有十幾個不同類型的節目 在這裡祝大家身體健康 晚視而易 下次見 我現在去超市買一些東西 順便拍一些東西給大家看看 買送的東西 因為有些人未來過加拿大 在這裡都很想看看 加拿大的東西的價錢 資而且類 我經過便順便拍給他們看